那些人 遠方出現巨大火球 爆炸濃煙不斷往上竄 这是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北部小镇 赞科伊 当地弹药护和变电箱 成为炮击目标 超过3000位小镇居民 带着简单家当匆忙逃难 俄罗斯国防部暗指 这一连串的爆炸式乌军蓄意破坏 是否攻擊克里米亞 烏克蘭軍方沒有正面承認 只是不斷傳出爆炸事件 顯示烏克蘭正積極展開反攻 而且也有能力深入俄軍佔領的土地 曾恩斯基警告烏克蘭民眾 要小心遠離俄軍存放彈藥的地方 是不是即將展開秘密攻擊 還是軍事計劃 現在烏軍似乎都站上風 烏軍也在烏南地區積極反攻 炸毀橫跨聶伯河的主要橋樑 現在傳出俄羅斯軍事指揮官 已經悄悄撤離 但是把2萬名俄軍遺棄在赫爾松 面臨沒有補給也無法撤退的困境 TVN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